Emma,当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就感觉你的与众不同 你那迷人的眼睛和那灿烂的笑容,不仅感染了大家,也感染了我 顿时,我又觉得好像我,配不上你,有一些的自卑 我们都是继续做,我们尤其注重感情 但是我却不懂得如何地表达,如何地相处 只能默默地藏在心里,默默地相识 有一天,我终于鼓起了勇气,去向你示好,去向你表白 可结果,却让我痛苦万分 当我每一次酒醒以后,逝去赢家的泪水 但我心里想的还是你,心里都是你 挥之不去 我知道,或许是我不够了解你 也或许是我还没有找到 打开你心门的那把钥匙 每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闭上了双眼 就在想,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 是不是一直都是在自作多情 我心里就一直在想 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你开心一点 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你快乐一点 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你卸下你的心法 有时候,我也尝试要忘记 可是你的身上,就是有一种魔力 每当我见到你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心跳不已 遇见你,或许是上帝的安排 而喜欢你,却是我的情不自禁 每当想起你的时候,就不想打扰你 因为你总是勤奋地学习 认真的工作,你很少看手机 喜欢了,却又不敢告诉你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否像我喜欢你一样的喜欢我 Emma,我们一认识已经有半年了 而在这半年里,我总是找机会 去留下一些我和你的照片 有的时候,光线不够 有的时候,角度不够好 但这些都没有问题 有的时候,脸上的痘痘和多余的醉肉 这都没有关系 因为照片里面,有你,有我 这就已经足够 我想把这些照片 永永远远地保存起来 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想和你一起回忆 回忆我们曾经的点点滴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